诗篇122篇第一节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诗篇写到他欢喜到神的殿中 他爱神的殿 是因为他爱神 爱神的人就爱神的殿 诗篇高兴欢喜地在神殿中敬拜上 与神清静 这是何等宝贵的事 第二节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这表达了诗篇对神的家的归属感 诗篇绝对不把自己当作一个贫贯者 神的家就是他的家 神的殿就是他的殿 他将自己投入其中 这样的归属感 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需要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住在教会管理会堂 每天早晚我都会进入教堂 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将心中的喜乐 感谢 伤痛和挫折 向神请述 之后平静地离开 这是我每天最美好的时光 在圣殿中与主亲近 除去一切的仇怀 今天我们因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而无法来到神的殿中 祭拜神 你是否想往 耶和华的殿 让我们同时的祷告 让这一个疫情 能够早日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